大家好,今天这期视频主要是想和大家沟通交流陶渊盾 本来想做一期陶渊盾和妇女枪如何选择的视频后来想一下也是一个伪命题 因为两个队各有千秋,而且每个玩家自身情况不一样 不管武将的宏度、装备战法等等 现在陶渊盾的环境肯定是好了一些 这赛季我陶渊也打过一次天下无双 翻开战报里面有三个还是四个群攻 说明现在针对SP群域、SP关羽体系的过程中间出现了很多工兵阵容 群攻、麒麟攻、虎城攻、包括鼠标攻 而且群攻和麒麟攻在很多中高红玩家里面喜欢前两队出 导致越来越多人去质疑这个妇女枪 其实妇女枪没有变弱,桃园也没有变强 只是环境的发生一些变化 我个人观点来看陶渊盾更加的稳定 首先来我们看一下之前策划改过一次张飞的阉人咆哮 以前是目标处于缴械状态 才能使目标统帅降低50% 那么现在不管是缴械和季虫都能降低 威正华下是有50%几率让敌军进入缴械和季虫 那么意思就是说现在关羽和张飞有一个完美的联动 只要关羽能在20回合打出威正华下 那么这个阉人咆哮是肯定可以降低目标50%的一个统帅 但是这点要注意的是第二回合 敌军是我们张飞是阉人咆哮以后 他才会去发动这个使目标降低 首先这个桃圆盾是没有任何解控技能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桃圆盾是没有任何解控技能的 所以说我之前出过一期视频 我觉得张飞这个地方是要带刚勇无前 一个被动战法配合燕仁咆哮 在被控制的情况下也能打出巨量伤害 那么这个地方我觉得疾风咒语肯定比机器堕跪要好一点 其次才是横扫千军 这个兵术里面我这个地方没有带神机 我觉得既然我选择刚勇 那么我就用姜维来进行一个联动配合 而且神机我不太喜欢用 因为只有第一个回合才有 在关于这个兵术位置 河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两个也是防守型的 因为我们桃圆盾主打就是一个防守 主打一个以守代攻 好关于的这个刚需里面 我认为这个机型阵 机型阵不仅能让对方的主将降低伤害 也能使我们两个副将降低兵刃和谋略伤害 那么也是完美的匹配了我们这个桃圆盾 以防守为主的一个思路 那么第二个战法 我换了几个战法发现就是威牧迷抗还是最好的选择 威牧迷抗跟这个刘备的自带战法这个虚弱 也可以让我们更加的拖一些回合 也有一些输出 那么在这个威牧迷抗的其他下体里面 中永一列比千里走单器好 为什么呢 因为千里走单器没有解决关于发动威正滑下几率的这个问题 而中永一列加了10%的发动几率 关于的这个威正滑下根本原因是 它不发动和发动次数比较低 而不是说它发动以后被打断 所以说我建议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威牧迷抗 中永一列 千里走单器如果都没有 可以选择一个横隔月马 这是我对这个桃圆盾的一个潜谈 谢谢大家